目前国内等待肾脏移植的病患有6000多人 但是因为器官的来源不足 不少人选择到中国大陆患肾 但是其中有不少疑似来自于黑市买卖 甚至非自愿摘取 引起了医学伦理和人权方面的争议 卫生署现在计划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正草案 送到立法院去审议 里面明文禁止境外仲介器官移植 画面中一名健康的人躺在手术台上 活生生被摘除器官 移植到另一名病患身上 这是前加拿大国会议员大卫 在2006年调查发现 中国政府强摘人体器官 并拿来贩卖牟利 引起国际间踏伐 而国内立委也认为 在违背本人意愿下 强迫器捐 不仅违反医学伦理 也违反人权 买卖器官来做供给的时候 你想一下器官是在人的身上 那要从人上面活摘 或者是把人杀了 然后把器官摘出来 想像那个血淋淋的场面 其实是非常的不人道的 立委林世佳表示 中国每年进行人体器官移植数量 高居全球第二 但器官来源始终不明 疑似有黑市买卖 及摘取非自愿人士的器官 根本是按需求杀人 而国内一项统计也发现 从2000年到2011年 国人附近外接受器官移植 最多的地方就是中国大陆 12年来共有一千七百五十四人次 占所有境外移植器官的百分之八十八 以肾脏为大宗 卫生署在民国九十八年 曾经提过一个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全文修正案 中介者那么有过约束 那么违反的话呢 是会有相当高的罚则 卫生署表示 根据世界医学会的伊斯坦堡宣言 是禁止器官非法交易及移植旅游 国内也将朝向这个目标 因此未来除了持续推动国人 弃捐风气 也会再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审议 记者赖熊许几峰拍报道